澳門即將回歸15年 賭權開放後樓價升值10倍 有地產代理說 資產升值令不少本地人買樓投資 大樓價同市民負擔能力差距越來越遠 今日先看看澳門的樓有多貴 周小雄每天在拆花生糖拆了二十多年 不過他現在都不會那麼薄 他的生意無論如何都不及層樓賺這麼多 周小雄有樓收租自己就住在新口岸 這個單位2000呎有四間房 2002年用112萬買入 近來有人向他開價2000萬 我們樓價在回歸初期仍平穩 賭權開放後的10年一支戰系上升 平均樓價累積升了11倍 講升值除了講樓之外 不可以不提澳門的車位 在澳門的中心地帶 十幾年前一個私家車位 十萬八萬就有交易 現在閒閒地升到三百萬一個 這些澳門人索性賣了車位 拿去香港買一層樓 做地產的張一輝 十年前由香港轉戰澳門 看著這個變化 他說經濟起飛初期 買家主要是來自外地 近年就是由澳門人接貨 我們在這裏找買家 是比香港更容易去買家 在銀行那裏可能是家案 甚至乎他們把本來200萬 變成13萬的樓 賣了出去 賣了出來 將它打散 他們可能買第二家 可以一拆細 就拆細多幾個 有資產的上一代已經富起來 要靠自己的新一代又怎麼看呢 我們明天再說 無線電視記者不景祝錄到